告别阴雨绵绵的天气 廉价第三天 天气终于放晴了 碰上儿童节 南投九族文化村 入园人数超过了6000人 南投生态亲子公园 上午也挤进了200多人 而在台中中摄花市 紫藤花 鲁冰花 百合花 正逢花旗 百花盛开 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赏花 面对最近本土疫情升温 游客就说了 虽然心里头会担心 但是不可能一直闷在家里 所以只要有做好个人防疫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廉价第三天 碰上儿童节 南投九族文化村 珍汐小火车上 载满整车游客 都是全家出游 室内碰碰车 大小朋友玩得开心 园区内小还能玩的游乐设施 纷纷出现排润人龙 原方统计入院人数超过6000人 算是3 3C 那就是自己防疫措施 口罩戴好 酒精喷好 其实我觉得都OK 只要是游乐设施 旧有人潮 南童生态青子公园 兽也涌近200多人 家长搭起帐篷 扑起野餐店 乘搭休息 小朋友坐在一旁 攀岩溜滑梯 玩得超嗨 基本的防护做好应该是 大家多来一点 所以应该是比较放心 面对疫情升温 家长似乎没在怕 而在台中厚礼的棕色花市 纸藤花 鲁冰花 百合花盛开 廉价天气难得放晴 吸引1000多名游客 入院赏花 自己就戴好口罩 如果户外的话是比较还好 这么多天也不可能 一直闷在家里 针对疫情的部分 我们还是维持一个 单一的出入口 是要量体温 然后酒精消毒 然后少一下QR code这些的 而在南投山林溪 进入牡丹记 也吸引超过5000人 入院欣赏 算近日疫情升温 但毕竟都是户外环境 加上疫苗覆盖率提升 民众面对疫情的态度 似乎不再那么恐慌 连假第三天 中部知名经典 都是满满人潮 借中部中斗